一个人能够生在一个很有福报的家庭 生在这个世上很有福报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笑这个词 比如我们在地藏经 我们会看到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张 地藏经 它有特别殊胜之处在哪里呢 你看地藏经哦 它特别殊胜之处在哪里 笑都是从度母亲做起的 你看那个我们每一年 无论在哪个国家常常都有做什么 叫母亲节 很少有看到有做父亲节 很少了 做母亲节 为什么 因为母亲之恩德是无以论比的 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是无以论比的 是没办法相比的 所以你看那个父母恩重南报经里面 佛怎么说呢 父母之恩 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无论你怎么报答 你都报答不完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做母亲之恩太了不起 太伟大了 所以讲孝亲第一个就是要孝顺母亲 因此在地藏福尚本月经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有两个公案 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婆罗门里的公案 刮木里的公案 都是渡谁啊 渡他的母亲 母亲不能听话 顽固 不老实 躲在地狱 还好 像婆罗门里这么孝顺 像光木里这么孝顺 他才脱离地狱的 你想一想 今天呢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不小心躲在山河道 靠谁来对我们呢 靠你的恩里来对 哎呀 我没有希望了 真的耶 你看那个婆罗门里为了他帮助他的母亲脱离地狱 把自己的生命 他就捨出去了 连自己生命都不要 把所有的家庭 全部捐出去 建佛塔 共三宝 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通通通把这些功德 回向给谁 给他的母亲 希望他的母亲赶快脱离地狱 没想到 因为他的孝顺之心 帮助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了 像现在这个婆罗门里 光目里 你要找现在这个社会 很难了 找不到一个了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学大等 人生无常哦 真的人生无常哦 你要靠自己 断恶修善 好好念佛 不要靠别人 别人靠不住的 好好特别你的儿女 做实在的 真的靠不住的 你好好用功 好好断恶修善 就算将来你不到西方 几个世界去的 起码你也不会躲在三二道 因为三二道很苦啊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吗 你们愿意吗 没有人愿意啊 不要说三二道 谁愿意是受苦 吃苦 谁愿意 没有人愿意的 所以啊 未报母恩 我们看下面 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 连一个恶念的念头 你都不能升起的 这样啊 才对得起你自己的母亲 所以念念断恶修善 这个就是我们孝顺母亲的心 耶稣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啊 要报答母亲是很不容易 真的耶 你看地藏福萨教我们这样做 地藏经是这样 我怎么做 佛教我是这样做的 耶稣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孝道的力量 那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要从孝道做起呢 孝的力量有多大呢 为什么呢 你看就知道了 佛告诉我们呢 能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 你能够精进不懈啊 这个就是孝道的力量 你看阿弥陀佛 五节耶 很快哦 都成佛了耶 一般啊 要经过三大阿僧洗劫啊 你才能够成佛 五节而已哦 谁把他推动 他这么样的用功 精进不懈怠 像这个句吗 让他赶快成佛 把这个成佛的功德 把这些的功德来供养给十方的一切众生 就是因为像这个字来推动他 他还会精进用吗 那第二个推动什么 推动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 你能够成就耶稣什么